我拿到了 我拿到了 他就出一台一台 你就是激動 你懂的意思嗎 你送我通知不知道說 沒關係他到我走 他也在哭 然後天地他講完 我就受不了 我就說真的很煩欸 我就拿調子 把他打開 按電梯衝下去 我就在入口 大喊開 歡迎收看 開場小姐的愛情 今天我們要認真討論 感情方面的問題啦 所以我現在手上呢 有四個題目指示 去發給大家 回答上面的題目喔 好緊張喔 愛面很久的人 一直不給你自己 你淋不來的顏色怎麼辦 欸 這個東西在我們FJ234的 那個收線下 一直會有這個問題的存在喔 一直都有 這也有遇過啦 前陣子的時候 那是我們處理的 直接放棄 就是像我剛才說一樣 我還是有一直在跟他聊 他就是很表明的 跟大家 甚至跟你說 我們不會有這樣的關係 但是他又會 呃打配方跟你說 你不要不理我啦 就是 發現你冷淡他或者是 就是都不跟他出去幹嘛 他就說你不要不理我啊 好想你啊 這類的東西 你就是那個人其實是一個 多型種子 我 那個人是在水旁邊的 茶 茶 茶 在水旁邊的茶 在水旁邊的茶 算死了 就相過於他自己 沈澱一下幾天啊 但是他之後 摸摸頭牌是 又了解一下這樣 摸那個頭 好啦不好意思 我們直接答五解 好不好 我們來幫你回答 我自己覺得就是 泡打一打就走 這個我要講一下 因為他非常的尊重 是點點棒的 他尊重你的感受 他還去預留跟人家垃圾 是說在性方面 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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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重的 再怎麼渣的人 都不想說 跟他打靠傘 結束 下一個話題 萬一你是第三者 怎麼辦 我都可以啊 我都可以 我跟妳講第三者這個話題 不管是現在的娛樂時事 或者是 很有名的韓劇 都在圍繞你第三者這個話題 所以我覺得 這個東西是非常值得 跟觀眾分享 最近很多劇啊 富士的世界啊 什麼是第三者 其實我當過了 三次次吧 其實你想要抽身 覺得 欸我 為什麼要當人家第三者 以我的知己 我為什麼要當人家第三者 我都隨便找一個 我都可以 為什麼要去找他 但事實上就是 你已經愛上他了 即便你已經 決定好 這一切 就是要斬斷他了 我不要再跟他有來往了 但當他在出現你的 生命中任何一個角落 他傳任何一個訊息給你 你又會受不了啦 你又會受不了啦 你沒有辦法 關於他一切 我他磨處在 在我的人生當中 封鎖他什麼什麼 但 他手手跑來我家 然後 他進去嗎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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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通我的室友 我室友就敲我的門 一個 他在門口 我其實蠻感動的耶 是嗎 其實我很複雜的 那時候 我只要哭了 我拿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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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受 因為你明明就知道你想抽身 就那個人就是 也不能說他壞 他就出現在裡面 想到你是那個激動你 你懂那個意思 那個激動你又控制 不要說 你會想到以前的事 我知道觀眾一定覺得說 你就不要理他就好 但是其實不太可能 我就跟我的室友說 你叫他走 我不想逃到他 因為他其實聽得到我說話 他就說 沒關係啊 那我就走 他也在哭 然後我聽他講完 我就受不了 我就說 真的很煩耶 我就拿鑰匙 往門打開 按電梯 衝下去 我就在入口 大喊他 太狀馬了啦 我沒有說話 我就大喊他的名 太狀馬了 太狀馬了 會變成這麼喜歡 是因為 你根本沒有真正的擁有過他 嗯 對吧 人就是犯賤 你沒有得到的力 不管是韓劇 或是娛樂時事 都封口指向小三 就是很過分 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一部電影叫做 誰先愛上他的 就我覺得 如果你正在不同的角度 去看每一個人的感情關係 你會發現其實 每一個人都有他很 值得被大家憐憑的地方 他就是愛上的 他並不是真的想當壞人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到底怎麼會有人介入你們的感情呢 就像兩隻女的一首歌 阿威喔 是最追悟的第三者 我們之間的問題 在他出現之前就沒有了 他並不是三人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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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正在說 我們可以三人形嗎 追覆三人形 你可以接受三人形嗎 你可以嗎 我可以接受啊 我也試過啊 所以我希望妳幸福啊 我找男朋友就好 先一趟外面 欸 只是你後面對一個才是你的臉 我可以嗎 我可以嗎 哈哈 哈哈哈哈 把最後一集讓我們來回答 嗨 對開放性關係 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 我最開放性的看官 哈哈哈哈 什麼意思 你一定要哭了吧 沒有 我以前有在跳舞的時候 一個老闆 他一直跟我傳遞 一個問題就是 你確定你到五十歲 四十歲 三十歲都可以跟一個人 做愛子 吃頭人跟屌嗎 那是我的看法是說 當然可以啊 愛子就是要一鵬一起吃嗎 哈哈哈哈 哈哈 後來我發現其實 開放性的關係 在我眼前中 我覺得是OK的 我沒有去傷害任何人 我只要確定 我跟他沒有到 我們兩個都講好 講好就好 而並不是說 我跑去跟別人偷偷住院 然後坐回來 被他抓到 而且我們還大吵了這樣 雙方同意的情況下 講明開放性的關係 並講出條件 就是說喔 在跟他感情中 不要去愛上對方 那晚上還是要回家 安全性 安全性 然後不要在對方面前 做太精密的舉動 而尊重對方 那我覺得 我覺得沒什麼大表 講好就好 對對對 這也是MZ一直提倡給大家的觀念 好啦 那大家不管怎麼樣 我們還是 要就是練習啦 啊 老大或少爹 等不到他慢發 先發聲練習 來一二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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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